吴军总有一个主导他的 他为什么会生念头 所以佛氏一切发重心相生念头 意念的力量太大了 我们的意念有力了 我们的力量不怎么大 原因是我们的念头散乱 就是你的意念不能集中 集中就产生很大的力量 佛法的修习叫你一心成念 那个一心就是把这个散乱的念头集中 那个能量就不可思议 佛门的礼节 第一个是获章 获章代表什么 代表一心 平常设个指头叫散乱 散乱心 把散乱心收回了一心 比较这个意思 所以后掌 掌药会和解 因为他不代表一 他不代表三 把散乱收成一心 那一心变的境界 就是祝福的十报照 叫一真法集 散乱心 散乱心就变成十法集 变成六道 变成三土 散乱心变的 我们不要说一声 就说一天 从早到晚 你多少个往年 念念成行 行界又是 宇宙从哪里 自信变现 谁的自信 自己的自信 与别人不相干 过人变过人的境界 互相重叠 重叠里面 有共业 有不共业 共业的 我们大家能看得清 不共业的 只有自己知道 别人不知道 有定功的人知道 为什么 定功突破了这个 维次 空间维次 所以空间维次 在理论上讲 科学家说的 是无限量的 这个话是真的 我都知道 订阅